心情不好呢? 無奈地呢? Louis,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情緒 無奈,感到無奈 你聽過嗎? 我們研究這些語文 無論是中文、英文 其實你說很無奈,感到無奈 It's a very complicated idea It's very subtle 即是很細緻的東西 你不是很生氣, angry 他很excited,興奮 每個人都懂 你一講到很無奈 用什麼英文去捕捉他 It's just like a butterfly You have to use a name You have to capture it 我覺得有些英文很漂亮 好像蝴蝶一樣 你真的要對它很好 你要捕捉它,要用網 捕捉蝴蝶的網 你就可以捕捉它 無奈 這個英文叫什麼 我當然搞過了 好,不用你記了 我給了一個 手機看到的答案 對不對 我拍了你,我現在給你 Point out 無奈地 好了,想想一下 那個resign的時候當然是無奈 不當然是辭職 這裡不當然是辭職 但我覺得這個也不太好 因為它那個中文沒有look的意思 沒有看來的意思 但當然是看來的 好 所以出去改做什麼呢 What they seemingly 教多你一個 這個也OK的 當然 用什麼名字 With AIRS 知道是什麼 AIRS是那個 感覺 感覺 With an air of Retination 哇,這個英文超棒 大學生的時候 可能我都不認識 但我覺得沒有分 你一認識就認識 沒有說分中學生跟大學生 讀出來 With an air of Retination With an air of Retination 無奈的無讓 AIR 是這樣譯的 知道嗎 無奈的無讓 如果簡單一點 With a resigned note 用一個形容詞 Resonation 原來他寫得不太好 是 Spell for your for the benefit of your classmates Come on RE 是 是 是啦 With an air of Retination 今天就學這個字 都直回飄家 無奈的 你回家問些同學 他們不懂這些言文 你問一下 Miss Wong 有體驗 都會用 誤 好 感谢观看